拿着一篮红鸡蛋捧着一束康乃馨 马华交赖国习候选人拿听王欣怡 一大早就在交赖康乐花园的市集拜票 为大选做最后冲刺 王欣怡的宝宝上个星期才刚满月 因此准备了红鸡蛋和民众分享喜悦 加上这个星期日就是母亲节 也特地准备康乃馨提前庆祝 他坦诚早前遭到民众嘲讽的视频 确实对他造成困扰 不过他将坦然面对虚心接受 有很多民众给我的关心和关怀 至于被呛一定是多多少少都是会有的 我也很虚心地接受他们的批评 这次事件中让我在逆境中吸取真能量 我会更努力地去做为交赖的人民服务 再见王欣怡 大部分的民众都抱持欢迎的态度 过程中王欣怡也跟父女妈妈们一起合唱歌曲 场面融洽温馨 有的人到社区拜票 有的人则到庙宇拜神 马华士拉央国席候选人简明发 今天中午前往万老百年老庙赶应庭 诚心膜拜 祈求神明保佑明天投票日顺利进行 扛着打造大士拉央竞选宣言的简明发 在竞选期间获得不少认同 他承诺一旦胜选 一定会让士拉央发展起飞 连接大吉隆坡的发展 他们叮咛我 当如果我胜选 我获得选票的话 他们希望我能够尽快 在未来带动士拉央的发展 希望我千万不要得了选票 而不回来 你们给我机会 我一定回报你们一个希望 我一定会把士拉央打造成 一个非常优美跟先进的一个地区 此外马华芙蓉国席候选人张胜文 也从紧凑的竞选行程中 抽空到庙宇上香 希望能够在明天的选战取得好结果 面对行动党强敌陆赵福的挑战 张胜文坦言这是一场舞舞波 不过他有信心获得选民支持 让他有机会为芙蓉带来发展 NTV7综合报道